說到台灣的傳統民俗文化 大多人第一時間都會提到舞龍舞獅 朗塞幾乎是每個台灣人小時候的巷弄記憶 但是你可曾想過 熱鬧慶典的背後 卻隱藏著殘忍虐待動物的真相 你好,我是賀龍 我是一名舞獅保育員 對,你沒聽錯 喜劇怎麼可能養得起生活 我平常可是有打工的 舞獅保育員工作的目的只有一個 我們致力於讓台灣的舞獅們脫離可怕的危險活動 登高台、跳火圈、倒立、翻滾、Breaking 被強迫折損聽力等等 以上可能會讓舞獅受傷的動作 我們堅決反對 所以我們會上街頭捕捉舞獅 再送進安全自由的收容所 舞獅的捕捉比起狗或貓更不容易 我們的方法是盡量以低成本的方式 還原舞獅最喜歡的鞭炮聲 前陣子遇到經費不足的時期 只好用嘴巴模擬 舞獅必須絕育 很多不肖業者會私下繁殖舞獅 為了防止舞獅寶寶氾濫街頭 只要有新舞獅被我們捉到 第一步驟 就是結紮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停就好了 停就好了 不要拋 就像是中原普渡的三生共品 近年保育義士抬頭 很多都已經改成塑料 我也期望有一天 舞獅武獅能一律改成舞獅就好 畢竟舞龍是傳說物種 都是讓人去假扮的 過程裡 我們不會真實傷害到任何動物 吃糖吧 Good Lion 吃慢一點 不要急 怎麼又吐了 Bad Lion 我是賀龍 我是一名單口喜劇演員 同時也是一名武師保育員 走開 C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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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P